嗨 各位 又到了平衡性調整的時間啦 這次的調整呢 調整的角色沒有到非常的多 有動到的東西大概也都是跟武裝配件有點關聯 第一個是碧兒的調整 碧兒她的攻擊子彈飛行的速度提高了5% 我記得沒錯的話 碧兒她以前的子彈速度是跟火箭差不多的 現在調整5%的話 可能她的速度會變得有點接近辣椒射速的情況 所以之後碧兒的自動攻擊應該也可以變得更容易命中對手了 其實我自己是不太清楚為什麼這次會動到碧兒她的攻擊速度啦 可能是覺得碧兒她的武裝真的是太雞肋了 所以要稍微Buff一下她的體質 第二個是Bibi的調整 Bibi她的移動速度從快提升至非常的快 Bibi目前的基本跑速已經高過770了喔 也就是比狂牛還有Polibro那種還要快 我自己測下來的感覺是變成跟李楊還有烏鴉的那種跑速一樣了 第三個是波可 不過她的普通攻擊的傷害從原本的924滴提升到了980滴 這個調整大致上是因應了上次平衡性調整 提升了一大堆角色的血量 造成波可幾乎變成一個全隻奶媽 打不太死人 不過在這次的4月份比賽中 波可的出場率其實還蠻高的喔 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說 她的武裝配件配上大招還有能力之星的效果真的太強了 所以這次會提升波可其實還蠻意外的 畢竟她的武裝配件算是非常好用的 第四個是史派克 史派克她的曲線刺刺球這一個能力效果提升了50% 之前官方是把這一個能力從100%的效果被砍成了只剩下50% 那這次的提升50%呢 應該就是把當前的50%效果再提升50% 也就是變成了75%的意思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史派克幾乎都是用第一個能力啦 所以會把曲線刺刺球這個能力再稍微調整回來 其實也是蠻合理的 第五個是烏鴉的武裝配件 烏鴉的武裝配件使用次數從3次降低成2次 烏鴉她的武裝非常非常的強 之前我原本是想說會不會稍微砍掉她護盾的%數 結果沒想到官方是直接砍掉她的使用次數喔 只剩下2次的話其實還蠻慘的 不過這個配件呢還是非常的強 只是就變成不能像以前一樣想開就開喔 第六個是艾蜜的調整 這次4月份的比賽艾蜜的出場率也變得超級高 那她的武裝配件也跟烏鴉一樣 從3次被砍成了只剩下2次 艾蜜的武裝也是非常好用的那一種 只是被砍成2次的話就沒有辦法拿來跟對手換次數了 例如說這次的對手是賈雞 就變成只能用自己的武裝跟她換2次次數而已 不過艾蜜這隻角色除了她的配件過強之外呢 她本身二星的能力其實也有點太強 就不知道下次的版本官方會不會動到這個能力喔 下一個調整的是賈雞 賈雞她的生命從7700滴被砍成了7281 身為一個強大的雞雞使用者 我是覺得賈雞其實從上次的傷害調整過後就變得沒有非常強勢了 因為這隻角色太依賴武裝配件的關係 所以你武裝配件如果全部開完的話呢 賈雞就是變成一隻充電寶 所以這次的調整又動到賈雞的血量是真的還蠻慘的 最後一個是吉恩的武裝配件 她的治療量從1000被砍成只剩下700 吉恩的武裝其實跟艾蜜的是一樣的 只是差在說一個是回血 另外一個是傷害 那這次的平衡性調整 艾蜜她的武裝被砍了使用次數 吉恩的武裝竟然沒有 這個就還蠻意外的 對我來說吉恩武裝的回血其實是可有可無的 所以被砍了這300滴的回復量 我是覺得沒什麼差 然後剩下還有一些有關武裝配件的影響 例如說之後使用武裝配件會打斷生命值的回復啊 還有使用普通攻擊或是打招 不會再打斷武裝配件的效果 只是我自己在試用裡面測試起來 卡赫她的武裝配件 那一個火還是一樣會被普通攻擊給打斷掉啊 那以上就是這次4月份的平衡性調整 整個調整的內容沒有到非常的多 有點可惜 可能官方是想要等新角芽芽出來之後 再一起做調整了 那今天這影片就到這邊 對於這些改動有什麼樣的看法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